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這節要跟大家說說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就是講中澳關係 大家都知道 澳洲 成為了反中大聯盟的大旗手 中方也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 對付澳洲 包括停購澳洲 煤炭 對付澳洲 打算 用經濟戰 打算重創澳洲 澳洲不甘是虐 澳洲 一家銀行 最近 澳新銀行 竟然把 一半的中國 中國員工就是裁了 換句話說 其實整個澳洲都掀起了一個 巨大的反中浪潮 中澳關係當然就是 持續惡化 所以一大堆中國大使 就在指責澳洲 要在澳洲做中國朋友 就很困難 當然是困難 要跟中國做朋友 因為中國大陸經常 戰狼外交上身 專門跟人開戰 其實冬天 我們早就已經說了 這個大陸因為 停購了澳洲的煤炭 基本上就搞到發電不足 導致大量的地方需要在冬天 竟然在冬天才來停電 簡直就是謀殺自己的人民 踏入3月份 到底是不是已經 熬過了最困難的時候呢 根據最新的網上消息 根據最新的報導 似乎就不是這麼說 似乎中國大陸 就是要偷偷地 死死地氣 要跟 澳洲買回煤 其他 事源自由亞洲電台的 耳邊封 爆了這個消息 大家都記得 之所以中澳 罵了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澳洲的情報部 就知道了中共 這個武漢肺炎的問題 可能就是找到中共 武漢肺炎的病毒源頭 所以要求 第一時間 五眼聯盟之一 要求就是要調查中國大陸 大家都知道 一個疑犯 怎麼會希望有人調查自己呢 是不是 所以 陳彥霖案怎麼會去調查這個警察呢 因為他是疑兇來的嘛 你要來調查我 我就跟你作對 結果就是 要用大量的方法對付澳洲 包括不買這個澳洲龍蝦 不買澳洲龍蝦 就變成令到澳洲龍蝦 向國際 能夠出售 情況就跟 台灣的鳳梨 台灣菠蘿被禁一樣 立即使附近周邊的國家 大量採購台灣的菠蘿 甚至乎現在是買到台灣也不夠賣 習近平對付澳洲的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 不買澳洲的煤炭作為懲罰 但是原來中共就已經 就是 不能夠 捱下去了 一定要再次買回澳洲的煤炭 自由亞洲就引述了彭博的報導的內容 原來自從2月10日起 有九手運載澳洲的煤炭的貨船 能夠在中國大陸的港口 完成卸貨 原本就是對準著澳洲 限制著所有澳洲的貨輪都不能夠進入 中國大陸的港口 用的理由是跟 疫情有關 原來2月10日偷偷地用 給九手這些 裝煤炭的船 能夠進入大陸的港口 還可以做卸貨 意味著甚麼呢 相信大家都會猜到了 其中 一艘船叫做TOPPLUS 的散貨船 原來已經足足等了269天 之前也有 其他的媒體報導 中國大陸嘗試 去其他國家 首購這些煤炭 用意取代澳洲的煤 包括去俄羅斯 印尼甚至南非 嘗試購買煤炭 但是大家也知道 澳洲的煤炭質量相當高 實際上 能夠產生的能源 不是你 隨隨隨隨便去其他地方採購煤炭回來 就可以給得上澳洲 澳大利亞的煤炭 原來最好笑的就是去俄羅斯 去印尼和南非這些地方買碳 原來那些都是澳洲的煤炭 罷買不成 最後還要用更加貴的價錢 跟這些國家購買澳洲煤炭 這個也算是挺好笑的 現在我杯葛你 不跟你做生意 讓你沒有錢賺 結果就是不跟你買貨 不過就跟 你的買家買貨還要給貴一點錢 原來這就對付了澳洲 真是天大笑話 這個自由亞洲電台的《耳邊封》裏面也在評論 講到明 就是這個中共和習近平的所謂 搞戰狼外交根本 就是 得不償失 也沒有任何的效果 當初 對著軟弱的人 戰狼外交就好像起到阻嚇作用 起到恐嚇的作用 當去到 澳洲和特朗普政府的時候 其實這些所謂的戰狼外交 對著當時的美國和對著現在的澳洲 根本就一點也不湊巧 所以 搞那麼久 到最後 大大力推了拜登上去 美國的事情 這裏就不再多說了 大家都已經很了解了 之所以國際局勢變成一個悶局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被人搞定了 但是澳洲始終是一個獨立的存在 不會因為你美國大佬說反就反 說不反就不反 你有你說 我有我繼續反中 因為你大陸來搞我 搞我澳洲代鼠 我現在就來搞你 你要跟我硬的 你對著溫和的人 你就可以欺負 你對著善良的人 你就可以欺負 你對著和理非 和平示威 你就可以欺負 你對著勇武手足 你就不敢動手 然後又說人家恐怖分子 要增加武器 才能夠對付他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當人家跟你有 對等的戰鬥力的時候 你的所謂戰狼外交 不礙於是 要封鎖人家的煤炭 要造成經濟損失 要澳洲附上經濟代價 不好意思 現在 七雙拳也做不到 捧起石頭 只是砸自己的腳 澳洲 沒有什麼影響 澳洲 澳洲的政壇 就是變本加厲 要跟你反到底 在這段時間繼續支持香港 的流亡議員 許智峯 所以 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澳洲的戰線 其實真的可能 有機會 開闢到另一個境地 原因就是現在當地的政府 氣勢如雄 要跟中國大陸 抗爭到底 換句話說 澳洲真的頂了 頂了原本美國的位置 另一個 排在之後也是頂著大陸的 現在就變成英國了 本來不願意跟中共對抗的 就是英國 但是逼著逼著 英國 又是排在前面了 因為美國不知去了哪裏 結果 兩個英聯邦國家 一個澳洲 一個英國 英國不是英聯邦國家 英國自己是 中主國 兩個地方仕頭婆都是英女王 結果 也是有英女王在後面的地方 站得最硬正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澳洲在這段 疫情期間 就像台灣一樣 基本上是完全封關 所以就造成一個局面 就好像 打不開那個澳洲 這條線 假如澳洲重新開關的時候 我相信澳洲其實可能是會有機會 在當地推動到 一些好像美國那樣的政策 去幫助香港的人 甚至乎是更進一步 我們需要的是盟友 需要 對抗中國的敵人 不一定要是 美國才是一哥 接下來的幾年 實際上大家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澳洲 絕對也不是一個弱小的國家 實際上我們有很多朋友 很多網友告訴我們 他們也在澳洲當兵 他們也對於香港黑警的暴行 也看得相當 看不過眼 所以其實 受西方 西式訓練 不一定要只在美國 實際上 有很多地方 跟香港都可以結盟 這節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拜拜